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8日 10月實發 我們今天有一個陽光收樓特工隊 今天意義重大 這班人準備會收樓 我們什麼時候收樓 因為在承判商 他們建好那座大廈之後 拿好檢查證 即入伙子、滿意子 我們會有三次收樓 現在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們要進行驗收 即是所謂執事件 他們交樓給我們 建築商交樓給我們 我們負責第一次收樓 今天有20多個單位 這些全部都是收樓特工隊 我們大阪建民宿 可以做到 量身訂造 就像我們這個單位 大阪世紀陽光大廈 全部都是根據客人的要求 在建樓的時候 量身訂造 在日本樓和香港樓的分別 例如看看廚房 其實所有接口的位置 都是用一些軟的硬喉 因為地震方便 怎樣移動都不會漏水 另外你看到 整間屋的長子 在洗手間都是連上長子 其實日本的天氣比較乾燥 所以整間屋都是貼長子 還有在每一間屋裡 看到有些山風口 跟香港樓很不同 就算你關掉窗 它仍然有先風進來 看到後樓也很漂亮 很乾淨 黏著地板 這是日本樓和香港樓的分別 例如 你看到我們現在進去參觀這些 全部都是日本收樓標準的標準 當然 我們升級了地暖 還有按摩池 還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些都是我們民宿的特色單位 我們看到日本樓 其實很窩心的 我們的配置 這些結具等等 全部都是在日本 還有這裡有一個 跟香港很不同 有一個逃生口 萬一火災的時候 可以立即逃生 另外看到這些 叫做得位 即是它放在那些水電煤 公共空間都很乾淨 我們這些單位 因為全部都是民宿用 用來收租 看到下面這裡 有些叫做 mailbox 和keybox 還有樓下這裡 我們會做一個很漂亮的 咖啡店 可以吃下早餐 來到這裡 天台 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大招牌 師徒 厲害了吧 我們這裡有個大招牌 香港人 有個環狀線大招牌 對著那裡 下面就是我們這個櫻花陽光大廈 再旁邊就是大阪陽光大廈 三連堅袋 對 成功差不多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同事 在這裡檢查 檢查多次 因為過鏡要快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 就現在在這裡貼著 還在貼著 即是有沒有一些瑕疵 好了 我們今天就 楊光收樓特工隊 司徒總見 剛才我們上到11樓 收到去 也找不到什麼瑕疵 很難找到瑕疵 不過 稍後我們也會有個特工隊 再仔細看一次 好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收樓 玩到這麼多 大家好 我們又有新項目推出 萬眾觸目 熱切其代 我們身後面這個 就是大阪日本橋的 地王陽光大廈 這裡地理位置優越 就是坐落在日本最強勁的 經濟體系 動漫一條街 從這裡走去蘭波車站 只是8分鐘 就可以去到高島屋 也可以在蘭波車站 坐機場快線 40分鐘就可以去到 關西機場 我們這裡 接下來就會在 11月2日和3日 就在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 六樓舉辦一個 投資大阪高端民宿的講座 每天就會有兩場 分別是1點鐘和3點鐘 接下來我們在12月4日至8日 也會有一個大阪旅行團 我們可以住在民宿 也可以看紅葉 養趣的朋友 歡迎WhatsApp 報名 97216618 大阪見 拜拜 今天真是顛覆三觀 我後面有一個日本橋的地皮 這裡就是日本橋的車站 身後面這個地皮厲害了 我較早時想買這幅地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方向 我們有一個日本橋的地王陽光大廈 那是日本橋五丁木 這邊我們有一個 杜頓掘陽光大廈 剛剛這個交叉口 其實這幅地 我很喜歡 這個位置就是日本橋一丁木 但今天真是顛覆三觀 因為它的土地大概是700多平方米 那麼我們的地王陽光大廈 就200多平方米 那麼它這塊地就大過我們兩倍 但是它的價錢就嚇死人了 它這個單單是地價 已經是賣了72億 你沒有聽錯 是72億 那麼其實它的價錢呢 就差不多呢 告訴大家 光是地盤成本價 因為它的地積比是86% 容積率是88% 即是告訴你 這幅地上升到盡 可以升到4萬8千呎 4萬8千呎 可以除回它72億 即是大概3億8港幣 每一呎的地皮成本價 就已經去到港幣7千5元 那麼通常呢 這幅地皮的比例是1比1 但是我告訴你 計不到數 只是那塊地的平均成本價 都是7千5元 賣了70幾億 不是賣7億 這幅地呢 四年前呢 都是賣十幾億日元 所以告訴你 現在沒有市價的 基本上呢 嚇死你那些地皮價廢都 這幅地皮差十幾億 差十幾億 我們有一塊地在前面 地王陽光大廈 這裏 是那隻 杜頓掘蟹道落 我們有個 Landmark Sunshine Tower 杜頓掘陽光大廈 嘩 真是買了那些業主 真是不得了 三大幾億 耶 在那個地位 一三十四年前 以後 還沒有 掉那些深淵 要不得了 砂糖 有一年 出口小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